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大家好 感谢收看萨尔塔顺带来的刀塔2比赛解说 那么这个开始之前 我先把我这个浣熊的位置调整一下 有观众表示说 这个浣熊的位置会挡住这个出装 会挡住出装 所以咱们往上一点 咱们挡得更彻底一点 好了 我们来愉快的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进入到这场比赛当中来 就先暂时放这吧 先暂时放这 然后不行的话待会进游戏我再看一下 不行的话我再调 那么继续给大家带来 今天带来的这个比赛呢是 SLR连赛 这个第2赛季 那么SLR连赛的第2赛季 总决赛 BO5的第2场Secret对战Navi的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快速的逛BP吧 那么这场比赛Secret刚一上来的BP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不过就是看到对方前两手拿出两个酱油以后 第三四手是果断办了两个大胳膊 Navi则是在第三手办掉了上一场发挥非常不错的这个电魂 但实际上上一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已经忘光了 因为上一场比赛是今天我凌晨做的 现在已经是第2天的凌晨了 这个也没办法 因为我确实有些事情耽误了一整天的时间 也是 其实今天挺累的 我刚才这场比赛本来是说了几分钟 说了几分钟 然后实在是困的不行了 然后去干了一会别的 把这个注意力转移了一下呢 强行扛到困锅劲 然后继续给大家回来做比赛 然后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选人方面 Secret上来是拿了这个老虎 一手抢了一个老虎 然后呢 在第二手是补了一个神域 而Navi则是拿了一个萨尔加上蝙蝠的双酱油 比较有意思的是Navi在看到对方拿出了这个老虎以后 第三手仍然是扳掉了一三马的这个电棍 那么这样的话 Secret的这个阵容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个老虎应该是交给 应该是一三马去打 应该是一三马去打这个老虎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单那个位置 一三马去打老虎 按照Secret的习惯来说是一三马的打老虎 然后呢 他打老虎的时候 有的时候中单 有的时候他不打中单 有的时候都不打中单 他会打一个一号位的一个老虎 然后呢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一个三号位的 他拿了一个亚巴顿 这样比赛不出意外的话 亚巴顿应该是一个四号位 应该是Puppy的亚巴顿 然后呢 不一定 有可能是一个四号位的腐王 四号位的Puppy的腐王 然后呢Puppy的这个神域 呃 三号位的一个亚巴顿 因为他们就是国外战队 在亚巴顿的这个体系上面来说的话 呃 如果说啊 不是拿 虽然说他是一个双奶的体系 但是一般来说 如果他拿了亚巴顿 这个英雄很少去当做一个纯奶妈去用 一般他要承担一定的到前排去吃输出 然后呃 提供一定的输出的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亚巴顿有可能是会打一个三号位 然后呢 打一个四号位Puppy的一个腐王 这样的话呢 他等于是还差一个大哥位 或者是一个中单位 因为现在Secret他的中单位和大哥位 RTZ和E300这两个人也是经常会去换位啊 也是现在国外的 包括咱们国内的一些队伍 经常会打的这么一种体系 其实有一段时间 VG是在尝试一种体系 因为当时VG汇集了一大堆的carry嘛 当时他汇集了一大堆的carry以后呢 就是会出现 比如说有的时候让塞拉去打中单 啊 然后让CTY去打大哥 就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 然后最后一手Navi选择是扮掉了一个花母机 在第三次手拿上方便拿了一个赏金 拿了一个TB 然后Secret最后一手扮掉了一个Tinker 这样的话 啊 地精系列的英雄 除了炸点人 基本被半个忘了啊 那么 来看一下Secret的最后一手 我们快速的过一下吧 快速的过一下 然后咱们尽快的进入到比赛 最后拿了一个熊战 这应该是RTZ的熊战 RTZ的一个中单熊战 RTZ的中单熊战 然后Navi最后一手是给登迪拿了一个卡尔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号位的TB 二号位的卡尔 呃 从阵容的角度来讲 这个如果是一个冰火卡的话 感觉这就不好打 冰火卡都不好打 冰火的卡 他们这个阵容 Navi这个阵容是一个可以几乎百分之百确定上来能让给你造成一个简缘的 呃 就是一个萨尔加上一个蝙蝠这两个点 尤其是在这个萨尔拿到自己的跳刀 或者拿到一个以太以后 蝙蝠跳上去 拉住这个人 即便神域救下来 这个人很可能会被萨尔定在原地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想去打反手的话 这个 斧王这个英雄的反手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他反手的这个范围有点小 他能够提供的那个反手是必须要在对方走位失误的情况下 才能提供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反手啊 这么一个后手英雄 那如果让他去打先手的话呢 他站不住对方的这套阵容体系 呃 比如萨尔这个点 你跳过来没有跳成萨尔 那萨尔直接掏出一个大招来定在你脸上 那你这个斧王就就得先了 而且这个比赛呢 我这期我是改了一个这个 呃 改了一下这个观战模式啊 也是非常感谢咱们观众帮我找到的这种平滑视角啊 这种平滑视角 而且这个平滑视角还是带一个自动跟踪的一个效果 会自动跟踪英雄 我不需要去点 我不需要去点英雄 他就可以实现一个镜头的自动跟踪 很方便 而且这个镜头的移动呢 也非常的平滑 而且大家注意到就是这种三个英雄在同一个屏幕的时候 他通常情况下会尽可能的照顾在这几个英雄 然后一旦有一个英雄消失的时候呢 他会去照顾到另外两个 而且会预判一下这个英雄的前进的一个方向 然后把这个屏幕尽快的移动过去 非常方便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用的一个 观战的一个系统 纳维刚一上来这个赏金这个英雄 赏金这个英雄拿出来以后 他去配合蝙蝠的一个抓人 配合蝙蝠的一个抓人 以及配合蝙蝠拉到人以后 卡尔这个天火 包括 萨尔也是需要队友帮他提供一个定位功能的 这个 纳维只要这种体系基本的一个思路 就是由一个 雷达啊 赏金去充当一个雷达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隐身要到时间了 要到时间好像没看到了 这个没看到 这个藏在寿林里面的隐身被一散发的一个老虎 刚才这个位置应该是看见了 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抢服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激情 各自拿各自烈士路的神服 这个在比赛当中 比赛当中也是比较少见 大部分的时候比赛都是以拿自己优势路的神服的机会 概率高一些 果然是一个三号位的亚巴顿 因为亚巴顿这个英雄去打一个三号位的话 他是可以去发育的 因为他在烈士路是能站得住的 然后帕币的那个斧王去打一个四号位的话 他可以去发育啊 可以直接可以去钻到野区去发育 然后呢 这样的话一个打野的斧王四号位 他可以提供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 呃 节奏点 就是在10分钟以后提供一个不错的节奏点 而且斧王这个英雄他在前期 如果说是有条件的话 他也是可以提供一定的这个线上配合击杀和一个 就像这种骚扰能力 一个点灯的 主点灯的一个斧王的话 在线上的一个骚扰能力是很强的 周罗这里RTC的熊战去打登帝的话 血量上应该是一个 55开或者是小猎 但是补刀方面RTC绝对是一个占优的 双方都是吃到对方的一个针眼 补刀方面RTC肯定是一个占优的 因为卡尔这个英雄无论他出击怎么堆攻击力 他都是不可能比这个熊战攻击力高 而且熊战这个英雄 呃 他有一个被动 他毕竟有一个被动的一个加成效果 另外就是这个英雄本身第一他是一个近战 第二他防很高 第三他带群鬼盾 第四他出手很快 所以就是从补刀的这个角度来讲 两个人同样能补刀攻击的情况下 熊战绝对是万一 这个天火 哎呦 这个天火没有炸到这个大药 好可惜 这波是确实有点可惜 这里你看这个拍地板 拍一下地板 然后上来追 这个火人出来以后就是三巴掌直接死 所以登地在前期的这个补刀上面是不可能去压得住这个卡尔的 呃 这个登地的这个卡尔肯定前期补刀是不可能压得住RTC的 呃 能够保证自己的补刀都比较困难 从现在的补刀大家就很明显能看出来RTC现在是11-2的一个正反部 然后卡尔只有3-0 基本上这个补刀的比最少RTC要压这个登地压一倍 压一倍左右的这个补刀 这个算是比较正常 换句话说登地只要他能够绑成自己的这个补刀能够保持在这个熊战的一半就算是在对线期就算是不是崩得很厉害 上路这个分路方面也比较有意思 那位选择是让这个TB去走一个上路 然后让萨尔去保他 但是萨尔的英雄 呃 就我这么多年用萨尔的一个经验来说 萨尔不是一个保人在线上特别强势的一个点 他对虚空有特效啊 就他去压虚空在优势路压裂单虚空很好用 但是压其他的英雄其实他优势不明显 他这个输出来的太慢 中路这里RTC 哎呦RTC这波好凶 你看这两个人的血量 血量和身上的补给消耗的这个速度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你从这个 呃 实战的一个效果来讲 就是从补刀数上来讲 现在熊战17啊 18-3 然后卡尔是8-2 差不多就是差一倍 上路这里TB是直接跟着萨尔 TB和萨尔这两个点在前期的对方对方的一个击杀的话 比较依赖于 呃TB的这个倒影 TB如果前期有倒影的话呢 他在有了这个 倒影和变身以后 配合萨尔是有一个击杀能力的 但是如果不配的话这个是杀不掉的 就没有倒影 你想单独去配萨尔杀人是没法杀的 没有留人 另外就是上路他们遇到的是一个E3的老虎 这个老虎这个英雄在前期 萨尔想杀很难 因为老虎的这个跳一跳 哎 这下路这里 你看下路的一个亚巴顿的补刀也非常的顺 17-8的一个补刀 全场第二 比这个TB发育要好得多 呃老虎的补刀是跟这个TB差不太多 看一下这波 这波感觉双方是要打起来 这里递回来了一个神域 递回来一个神域 看一下这边给上了一个夹鞋 但是这个地方这个干扰者 干扰者这里 给斧王过来给上一个点灯 直接一个E被神域给带走了 刚才这段时间TB感觉好像没有提供什么输出 是什么感觉 是什么情况 这TB感觉好像半天就没有打出任何的伤害的一个感觉 被神域给了一个F应该是 被神域给了一个F以后打不出输出来 不能提供输出 这样的话神域这一波是拿到了一个E血应该是 拿到一个E血的话 神域这个英雄如果让他的节奏顺起来的话 这个英雄有点不太好打 他的爆发太高了 RTC的熊战这里是依靠着自己这个被动的一个优势 在中路不停的欺负登地的火侦 基本上火侦出来以后开一个超强力量 开一个超强力量上去 三八转就挠死一个 捕刀方面还是对卡尔完成了一个一半的压制 永远让自己的捕刀兽维持在自己一半左右 这个差距确实是有点大 而且下路三号位的这个 亚巴顿 这一波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感觉有点难 E散发这里有一个跳 这里E散发留了一个跳 选择最后再放 但是还是跑不掉 这肯定死了 这肯定死了 吓死我 我以为我又活到嘴了 看下神域这个点 神域这个点从侧面过来以后 但是神域这个英雄 由于对面在上路这个位置是有一个眼的 这有一个眼 所以这个位置是 被对方一直在看到 你看这又是一个超强力量 三八转 第四八转不追了 这个在 其实是可以追的 这个其实是可以追上去的 因为即便就是卡尔给上一个急速冷却 直接开一个大招就解了 卡尔的急速冷却这个技能现在被改成 可以被净化掉 其实是一个很淡的 OE这个真言 现在补刀方面我们来看一下6分钟 6分钟的补刀方面 下路的这个亚伯盾形成了一个无解飞 亚伯盾的一个三号亚伯盾现在已经是香味在手 身上还有 将近200块钱的存款 而且还有一个毒球 有一个补刀服 有一个圆盾 有一个魔伴 基础上做的非常足 6级亚伯盾 这不是要想越打强杀吗 这个有点天真了 这波如果没有这张TP 看看这块谁过来支援 萨尔过来支援一下还可以 但是现在从这个战线发育的一个情况下来说 现在secret在前期的线上优势很明显 这里框柱 给上了一个F王支援过来以后 猴猪 但是亚伯盾被递回去了 这个萨尔非常的冷静 把这个亚伯盾递回去这样不能够马上提供输出 但是没办法遇到了一个电风扇的爬扁 赚起来我自己都怕 这样的话下楼的这波人头又是被secret拿了 感觉这场比赛咱们看看还能不能够延续之前的一个定律啊 就是线上占优的一方 谁线上占优 谁就 这局比赛就比较好打 其实我记得我最早对于线上的这个优势的一个 呃 理解比较多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那会看那个九神灵九啊 看灵九的做那个 呃 丛灵单牌系列 他的丛灵单牌系列强调的就是一个线上 他的一个理念特别简单 就是我战线优势 看下这波感觉这个亚伯盾应该是去了 啊 啊 啊 还是去了 这查理这边真眼很值钱 而且撒尔刚才那个地非常及时 呃 灵九他的这个理念就是说我战线优势 然后呢 我利用我线上的优势形成单杀 或者对对方的这个经济等级形成碾压 然后这个时候我再去编络 为队友啊 帮助队友去建立优势 然后呢 这样的话带领队友走向胜利 他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 所以你看他的丛灵单牌永远都是走中单 几乎永远都是走中单 可能 百分之八五十五 或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吧 他都是在走中单的这个位置 哎 这里这个RTC这波没有踩 地板没有踩到 这波有点可惜 TB这个英雄 但是这波RTC因为身上他是有大的 又是一个多踩地板啊 这回踩到了 RTC这里追 大招还留着 大招还留着 这里再挠一下 给上一个盾 拍一下地板 又没拍着 RTC这波是一个教学版的一个空彩啊 你再给上一个盾 直接几班上 开着大招的情况下 直接把这个赏金顺便啊 这个赏金面对这个RTC的熊战这个阶段肯定 哎哟 哪里地板线上崩了 这个斧王也过来欺负人了 开始 看见上路这里 上路这里 一散漫的这个老虎被拉住 好像 我的天哪 这一波这个蝙蝠玩的简直无了敌啦 他是在这个一散漫在跳出来的一瞬间把自己的这个大招给放出来的 等于一散漫是在空中被这个蝙蝠给拉住了 这波这个蝙蝠要是欺负人了 不过这一波其实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 就是说蝙蝠的这一波大招去拉对方的话呢 也是 估算了一下你可能什么时候会跳 如果老虎再跳的早一点的话 这这波肯定是拉不住的 他应该是估算了一下 因为老虎的这个跳没有抬手 你想在老虎跳出来的一瞬间反应过来 马上把自己大招摁出来 这个不是一个 人类的反应速度 绝对不是一个人类的反应速度 上个团呆的这个神月这波稍微有点蛋疼 其实他现在这个血量的蓝量很不健康 诶 插里发阵牙给上一个e 一个普攻 没有替的蓝 他应该等一下这个老虎的 他等一下这个老虎 他直接插一个阵牙给上一个e 然后老虎给一个星落 这就直接秒了 还是有一点心急了 稍微有一点点心急 这波没有能够形成击杀 不过现在线上的优势已经建立的非常大了 补刀方面两个大哥都是占优 现在优势现在不大 卡尔已经开始逐渐把这个经济追回来了 卡尔现在的经济是来到了全场第一 因为一直没有人去骚扰 而且卡尔直接出了一个点金 所以他现在的这个经济是全场第一 手里他没有拿到人头 但是他没死过 这个很关键 卡尔的英雄就是怕死 他不死的话 他只要能够一直维持自己的节奏 开着火车去打野 他这个经济想挡开来是不太好挡的 我看一下浣熊的这个位置 浣熊的这个位置好像还行 不是特别的尴尬 不是特别的尴尬 看一下下路的这一波 看一下下路的这一波蝙蝠过来以后呢 这边给上了一个老虎的大招 但是被递回来 这里大招开出来以后 看一下这个老虎的大招持续时间应该是快到了 老虎给了一根剑 那是一个贴脸剑 时间不是很长 虎王也是过来给上一个点灯 神域把这个一直在追人的币给弄死了 这神域追 这个tb追人追的有点伤给自己 虎王这一个斩又收到了一个赏金 卡尔又收一个 哎 这个卡尔是一个天火 收了一个神域吗 火车追死的有可能 这样的话 这波团打下来的话是打成了一波二换二 整体来说navi的这一波团战的一个效果还是亏大了 这一波他们虽然是杀掉了对方的这个一直很肥的亚巴盾 但是自己的tb死了 tb这个点现在死一次的话是比较伤的 tb如果不走那种纯毒瘤的一个路线的话 tb这个英雄想把自己的经济再崩一次以后再想追回来的话是特别特别困难的 纯毒瘤的tb你出个灰药补经济很快 但是如果你不够毒瘤的话 这个英雄补经济能力其实不强 那就是刷野还行 他带线带不动 带线带很慢这个英雄 然后我之前还见过一种tb 那是在比较早期的版本啊 那会儿tb的血量还没有被削弱 就是他这个力量成长还没有被削的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那个时候有一种tb是出 我见过一个他是出了一个点金手 出了一个点金手以后 然后出了一个小雷锤 出了一个漩涡 出了一个漩涡以后 然后直接补的冰眼 就那种tb 听起来很蠢 但实际我那么着打过两次 效果非常好 但现在这个版本可能这样不太好 不太容易了 这里撒一个粉 跳好 顺便 这里 哎呦我去 最后一下熊战的功力真是高啊 刚才这一下 熊战这里十级的熊战 满级的被动 三级超将力量 这波没有吸血就来打盾吗 老虎给一剑 一三八 哎呀 这个一三八 我觉得这个跳好像是失误了呀 跳的等级升太高了 没想到一件跳的高地上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失误 因为一三嘛 他站在这种位置 想去守这个盾的话 好像意义不是很大 他这种站在上面去守这个盾的意义真的不大 tb 变身了以后的话 几下就死啊 自己 tb 就站在底下 真的这个 按照现在这个老虎这个血量 被变身一个三级变身的tb 加上幻象的这个攻击很快就死了 而且对手救不到的 也有可能是故意的 也有可能是故意的 这个咱不排除 再给上一个F 给上一口加血 这个斧王就是纯靠转 纯靠转吧 这波野怪给清掉 这样的话 帕币的这个斧王现在也是非常的费 全场的经济是排到了第四 比跟老虎差不太多 然后熊战这波打完了以后呢 拿到这个盾以后 熊战的经济是临时来到了第一名 临时来到了第一名 卡尔的这个经济马上也是能够追上来 这样的话 双方的这个比较肥的点呢 差不太多 比较肥的点这个经济差不太多 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tb这个点 tb这个点到现在为止是比较崩的 经济只排在了第二集团的末尾 他只排在第二集团 而且他跟第一集团的那个经济差了将近2000块钱 在14分钟的时候 所以他的这个经济能什么时候能补回来很关键 到现在为止14分钟这个tb只有一个假腿 一个天鹰界 一个穷鬼盾 距离自己的魔龙枪如果低价出魔龙枪的话 还差200块钱 这个经济确实也是有点崩 看一下这波熊战感觉好像是有要往下走的一个意思 被给上了一首标记 这个tb 这里自己也是非常及时的撤回来了 地图上一直看不到人 自己也是非常及时的撤回来了 这里下路 四个队友去拆下路二塔 看见对方要不要留人 因为这一波对方已经知道你熊战回去了 没有塔防 两张tb回来 这里府王直接给上一个点灯 给上一手t 这里被一个大招罩住 趴币这波给上一个冰墙 好像很难走 这又是在不停的给他加血 tb再输出 神域给上一个大招 再给上一手加血 tb两下直接把这个亚伯顿的大招逼出来 这里府王空斩了 府王那个斩没有斩死这个赏剑 赏剑最后虽然还是死了 但是这波府王没有斩到人 这波有点崩 这样的话tb是追死了一个老虎 还可以再继续追 还差一下能不能追上这个神域 神域的移动速度是没有这个tb快的 给上一个天火nice 这边点死了 这个地方王最后的这个吼还是没有能够挡住蝙蝠的这个蝶油的普通攻击 这场比赛蝙蝠也是没有选择出跳刀 选择出了一个飞鞋以后直接补了一个战鼓一个飞鞋 然后最后 然后才补了一把跳刀 但是这几个装备出的速度还不慢 刚才这个神域的移动速度355tb是变身以后他的移速好像会减慢 我记得他变身以后的基础移速是会减少了25点的 这样他变身以后他的移速是比这个神域要慢一点的 这个刚才是我一个失误 一个错误 神域也算是一个初始移速 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法师英雄 虽然没有小骷髅那么变态 这里我去拿一瓶水 大家稍等 诶 中路这里好像有一波接触 看一下 这个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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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递回一下 还好 好 萨尔这波来得很及时 要不然这个赏金还真是有点危险 这个三号位的亚巴顿打到现在为止 还是打出来一些自己的价值 这里蝙蝠 挑刀走 漂亮 RTC这波没追上 差一点点 RTC这手熊战拿的还是蛮灵性的 尤其是他刚开始是放这个熊战去中路去对卡尔 卡尔这英雄现在遇见这种敏捷性 敏捷近战中单真的挺有力的 这个大招加上立场给的位置非常的好 鞭蝠过来烧一勺 卡尔给上一个一级 只一看就是一级的吹风 这样的话 神域过来救一下 给加上血 应该是问题不大 卡尔在有了点金以后 选择是出了一个推推 然后出了一把跳刀 还是走一个前期尽可能去帮助局势的这么一个路线 这个路线其实我比较推荐的 就是你在有了点金以后 补一些这种能够快速提高自己参团能力的装备和切入装 以及机动性的装置 能够让自己尽快的秀起来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其实很多人没有太过在意过这个卡尔的平A 火卡的平A伤害是非常高的 他现在满级的火 先看一下这个位置熊战冲上来以后 瞬秒了这个蝙蝠 这个蝙蝠没有反应过来就死了 TB这里的一个本体好像被发现了 腐王也是吼住了对方 一个斩 斩掉了萨尔以后 卡尔这里给让一个吹风陨石 跳走 这个时候熊战还在积蓄都在清 后排的老虎没有管前排的事儿 直接是选择带着兵把这个塔先A掉 所以防一个跳猴吼上来 看一下这个塔 看一下这个塔怎么说 这样啊 感觉现在就有点困难了 现在感觉有点困难了 E3Y的这个老虎这里是有点太浪了 上去以后没有形成任何的一个击杀 他这波送了 这波意义确实异图了 这个才是意义的本性 这个才是他的真实实力 他玩的 不是说他玩的刺 但是他之前打的实在是太正实了 我都有点受不了了 这波才是真正的应该有的一个价值 亚巴顿在20游戏进行到20分钟的时候 那是补出了一个点金手 点金手这个道具对亚巴顿来说 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张装备 就是亚巴顿本身没有一个轻线的能力 看一下这个位置 神域这里应该是被递回来 给自己个大招尽可能拖一点时间 队友是找机会选择撤退 这里蝙蝠是跳上来 跳上来有开车视野 追过来以后 看见福王有没有大有大招 拉住了福王 飞鞋加战鼓跑得很快 这里直接一个大招加立场铺上 哈比这里非常虽然说 转的跟个电风扇一样 但是没有什么卵用 直接被对方完成了一波双杀 被TB完成了一波双杀 你看到这样的中路二塔保不住了 纳维这一波机会找的完美啊 基本上算是 完美的击杀掉了对方的两个 一个斧王一个神域 而且这一波是TB拿到了一个收割 这样的话经济方面 TB是来到了全场第二 这波中路二塔应该还是守不住 这个塔防只能扛一小线 老虎 哎呦漂亮老虎这一波 老虎这波利用TB的一个大意识 直接一个轻落加上剑 把这个TB给秒掉了 这波又收到了一个萨尔 看一下蝙蝠这个位置 蝙蝠跳到走 这个蝙蝠是追不上的 跑太快了 现在 卡尔赶紧回去继续刷 下一个装备应该是飞鞋吧估计 果然 果然是更新了一发飞鞋 卡尔这个英雄其实比较限制到发挥的一个属性就是移动速度 冰雷卡之所以感觉用起来比卡尔更舒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冰雷卡跑得快 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 跑得快的话 你这个操作流畅度是会有一个质的提升的 这波 亚伯盾也是靠着自己的一个枪位加上被动的 跑得也很快 这个蝙蝠没法追 感觉这段时间好像突然间Secret打得有点 有点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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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八的这个一号位老虎打到现在为止的这个输出 呃 体现出来的不是特别的多 体现出来不是特别多 不过他这个英雄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还是站不住 就他跳进去以后他现在要有一把跳刀 哎这一根箭 没有射到 这个假眼应该是看不到的 这个假眼应该是看不到的这个假眼 下边这个赏金一直在往后逃 看一下对方是不是要强追 老虎这里这跳刀也是做出来了 哎这边往前跳一下 哎 防一个迷之 迷之跳吼 迷之跳吼可能觉得对方藏在那个地方 给了一个意识跳吼但是没有找到 登地的卡尔这个时候的跳刀推推加上飞鞋点金 其实这个卡尔现在的参战能力就不错了15级 他现在就差一个等级 A帐这个道具暂时不用奢望 毕竟还差3000块钱 3000块钱再怎么样你也得照着5分钟左右的去刷才行 所以暂时不用太奢望他的这个A帐做出来 看一下这一波Secret一波开悟 哎老虎开大 老虎开大 这里找到边玩唯一的一个靠谱的先手已经被收了 那这样的话对方这个盾又是直接送了 这个局如果积蓄这么大一些的话 感觉Secret又赢了 Navi这场比赛又走远了 因为今天我也是在外面忙了一天 一直在外面跑 所以呢也没有任何就是我的这些群友啊 也没有任何的机会给我剧透 而且我这回录这个的时候没开直播 所以呢就是为了防止剧透啊 就是为了防止剧透 他没有剧透的话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当一个新的比赛 完全当做一个直播去看 所以这个比赛我就从目前来看 我感觉这场比赛哪里是走远了 因为他们这条阵容体系拿了 就是如果你在中前期或者中期啊 一直到中期再往中后期过渡的一段时间 如果你没有形成比较多的这种抓人的一个套路的话 那你这个往后刷是没有前途的 老虎这个英雄熊现在在有了A仗以后 他的这个带球速度已经可以堪称是变态了 他就是一跳过节一个流星一波兵 一个流星一波兵 然后呢如果有剩余的车的话 漏网之鱼的这种车 我直接过去给上一个一根箭 我连打都不用打一根箭直接收 所以这个老虎现在带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变态的 这个是我的消息啊 大家不用管 看下来这一波 哎呦这两个人就直接就是敢这么上来 欺负人一根箭射屁股 跳过来以后但是隐身以后没有反隐 这波斧王给了一个洒粉 但是洒粉的位置稍微有点远 挑刀一直没舍得用 这样啊等于让这个赏金空姐的一个赏金逃掉了 这波Secret直接选择上高 这种上高好像 哎这个皇跳好被秀掉了 皇那个跳好被对方的一个跳刀秀掉了 这个卡尔跳上来以后给上一发冰枪 躲下这根箭 这根箭哎呀 这个吸铁石 哎呦两个漂亮 这一波连续两个推推 蝙蝠的一个大招 直接把这个熊战士拉到了这个泉水里面 这一波熊战出来以后应该是可以开大招 开他对开一个发大招 神域给上一个大招以后给上夹鞋 这蝙蝠这个位置有点窘 直接被对方怼到全身门口干死了 而且这一波由于tb一直没有活 刚才萨尔虽然是两把推推连着跑了一下 但是还是被对方后排跟上来的人给收掉 这样的一个下路高地应该是高破了 现在是一个三打五 tb刚刚活 这波往一个跳吼 吼住了对方的赏金 这赏金应该是送了 哎漂亮那个天我收到阿巴顿 这波一个斩 tb这个是选择变身 这个下路高地是守下来了 靠着tb这个变身是守下来 看看登地有没有机会再去留下人给一个冰墙 然而对方直接tp了 这个冰墙没有能够留到足够多的人 跑的距离有点短 这波斩王回家以后也是拿出了自己的推推 跳刀赤红甲推推 秀的飞起 一咱们也是早早就回到上路开始去带球了 这个血量回了这么半天这么点血 估计刚才找这个给个天火是不是有机会 rtc的熊战在有了跳刀以后是出了直接出了一个碎骨锤 然后呢选择是又补了一个 补了一个什么来着 补了一个bkb 打卡尔的话还是要有一个bkb 卡尔这个英雄最怕的事情就是bkb冲脸带粉 这个这种情况下卡尔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尤其是被熊战这种英雄冲脸 这个熊战做的还不够彻底 这个熊战做的更彻底点 如果你卡尔出个风杖去救自己的话 这个熊战是可以考虑去出一个进化刀的 我直接bkb开始bkb 然后呢冲到你的脸上 然后你一想吹自己我就直接一个进化刀给你定在原地 跳刀过去以后直接一个踩地板 你敢走的话就给你进化住 然后这样的话你基本上卡尔就是个死人 只能靠队友救 这个卡尔的英雄现在之所以就是 感觉他胜率一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 这一个跳好后座以后 萨尔给上了一个大招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个熊战的bkb掏出来以后 直接站在萨尔的大招里面 把这个tb给带走 没有任何的机会去拦到对方的人 这波赏金还在逛街 赏金这一场比赛是彻底沦为了一个团战独流 没有是起到任何的一个价值 这个属于没办法 这个属于没有办法 这一发跳猴吼住两个人 蝙蝠上来给这个熊战上来想给输出 卡尔过来一个吹风接着陨石 非常漂亮的一根箭 漂亮的躲开了 RTC这波大招已经开过了 但是自己好像这个血量掉的一招很 帕比这里再吼一掌子 神域给上一个大招 卡尔的一个推波拦住了对方 想撤队的一个路线 但是老虎这根切入到战场 TB切到后排以后变身杰柱 Nice 这一波Navi打的 换鞋自己没有死 这波府王 府王 府王是跟TB完成了一波一换一 这波神域者被递回去以后 Navi这波打赢了 Navi这波打赢了 而且这波赢得非常彻底 TB虽然是死了 但是这波打了一个巨转 这已经不是大转的问题 这是一个巨转 而且这波打完了以后 卡尔跟蝙蝠两个人直接两把 两把两个飞鞋直接飞到上面去拆塔 这波打了一波一换五 经济一波打回来了六千七 在经济落后四千的情况下 这一波应该是直接反超了等这个结算完了 经验也是一波打回来了四千多 然后好像要破路的意思 这些人 Secret这些人不想 不是不想买 是没钱买 感觉优势比较大 没有留钱买 这样啊 上路的高地塔被破 等于这样反过来是Navi先破掉了 Secret的一个高地塔 自己这个高地塔被冲了两次以后 还剩161点血 差一点血不能翻补 然后反而自己是先破了对方的一个高地塔 刚才我只能说 登帝卡尔刚才的这个几个技能 放的真的是完美 他在第一波对方熊战上来以后 他的一个跳刀吹风 跳刀吹风把对方给断了 是一个非常nice的 然后就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的 刚才的一个推波 是推到了对方三个人 把这三个人 等于是往后跑的路线直接给推回来了 这一波操作确实是完美 看这经济 你看这波果然从落后4000 一波打到领先4000 这一波团战最后导致的一个经济变化 是直接一波打了8000的经济出来总共 然后经验方面也是一波打了将近8000 大概7000多的经验打回来 将来看一下这一波 现在Navi在往对方这个 Rowran这附近在靠 但Rowran其实在距离杀新最早还有一分多钟 这波老虎开大直接上野区 Navi这些人也是反应非常快 虽然是一帮老年人 虽然是一帮老年人 但是反应还是非常的快 觉得不对劲赶紧撤 下路这赏金赏金赏金走远了 空吼了 熊战过来 隐身还差一点 一根剑 那还是带走了 最后是被老虎的一个星座带走了 但是杀一个这个人没用啊 上路这个线可以带一下 卡尔去带线啊 上路这个线要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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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所有的人都漏了 不去带这个线吗 中路的线也带过去 上路的线也带过去 这样的话等于secret这波不敢推 卡尔在上路的话呢 威胁你的上路 然后中路刚才最带线的 应该是这个蝙蝠和这个TB 这两个人在带 TB这类夹腿蒙枪分身符以后呢 也是补出了一个极限法球 虽然说前期穷的非常的可怜 连挡费都交不起一个TB 但是现在慢慢的也是有钱了 走向小康了 主要是TB这场比赛特别惨 他每次团战都可以 不是对方集火的一个目标 而且刚才这波只能说TB走到前排 走到对方的身后 然后变身去截住对方的这个动作 有想法 他如果是从正面去打的话 团战可能还是能打赢 但是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收益 一波开悟 这波是一波这个Secret的一波开悟 看一下是中落这里 中落这波开悟是亚伯顿在前面MAC 队友开悟蹲 队友开悟蹲 但是这个时候 哎 跳吼吼住了卡尔一根箭 射中 nice 可是这个时候萨尔是给了一个大招断一手 联盆过来拉住了王拉回来 但卡尔被秒了 卡尔瞬间选择买活 TB这波变身 开始输出 开始输出 对方现在重要的技能全没了 亚伯顿的大招没了 熊战死了 对方没有输出点 只剩一个老虎 但老虎空蓝 这波可以追 看看能追多远 看看能追多远 这个飞鞋跳刀 加上战鼓的蝙蝠一马当先 追到前面那个亚伯顿 父王给上一个跳吼 断一下卡尔 但是没有用 这没有任何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输出的神域者 这边也是挨了一大堆的技能 给自己一个F免了 一下魔法伤害 但是被卡尔直接给A死 这还剩一个吹风漂亮 直接吹出两个人 给上一个冰墙 留一下帕比 这个位置 三号位的这个亚伯顿 亚伯顿 亚伯顿这个位置 是给上了一个技能 保一下队友 这波帕比赚的很多伤害出来 但是还是不敢打 老虎这波回头一根箭 把你吓跑 这样的话这波不能追 这波追杀最后的一个结果 是追死了一个神域者 追死了一个熊战 但是自己所有的人的状态全部打空 然后看下一波盾 下一波盾很关键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视野方面的一个情况 视野方面 最近这个视野好像出bug了 最近的视野好像出bug了 算了我们不看了 这个视野系统现在最近好像是出bug了 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个经济情况 经济情况现在Navi还是小哥领先 经验方面是稍微还是落后了5000左右 老虎的经济这波两波追上来了 跳刀A帐飞鞋以后也是做出了虚灵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下一波盾 这个老虎的单杀能力很强 然后关于出道虚灵 我想起来了 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 就是有人说这个虚灵刀的伤害到底是怎么算 因为它虚灵刀本身它是一个魔法伤害 然后虚灵刀的这个效果是有一个给对方虚无的一个效果 给对方虚无了以后 因为魔法是增加伤害的 怎么去计算这个伤害到底 应该是先算虚灵刀的伤害 还是先算虚灵的一个效果 我经过测试以后 确定 确认这个虚灵刀的效果是先把对方虚无 然后计算伤害 也就是说虚灵刀的那一下伤害是享受40%的魔法伤害加深的 这个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然后关于这个虚灵刀的一个伤害怎么去计算 就是它这个虚灵刀出几个一下打到对方的英雄身上到底有多少伤害 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算法 就是把你的主属性 比如说一般出虚灵刀都是敏捷星星 把你的敏捷的数值乘以3 然后减100 乘以3减100 差不多就是一个虚灵刀的输出 这个输出是怎么得来的呢 虚灵刀这个装备的一个属性 它是一个2乘以你的主属性 然后再加上一个75点基础魔法伤害 然后再加一个40%的魔法一伤 再扣掉25%的一个英雄的魔抗 是这么去计算出来的一个伤害 但是这个伤害呢 如果你要是一点点去数的话是很难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说比较简单的一个大概估算的话 就是你的敏乘以3 然后减10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比如现在这个老虎的敏捷是79加67 我们估计认为是80加70 这样的150 150再减去4是146 我们就估计150点算 150点乘以3是450 450呢再减去100 大概它这个虚灵刀上的伤害大概是350点左右 可以这样去计算 这个计算方法呢 误差小于50点 一般情况下 大多数情况都是小于50点 然后这种情况下去计算的比较多的 大家比较能够多的用到的就是水人 水人这个英雄是经常去用虚灵刀这个道具的 出虚灵刀的概率非常高 然后你在用计算自己的伤害的时候呢 你的异技能的伤害和虚灵刀的伤害 基本上是相等的 所以就特别容易去计算你水人的爆发 哎 这里防一跳好漂亮 吼到了这个神符 蝙蝠这直接给上一个虚灵刀 加上神域的爆发 瞬秒 但是自己的两个人是被 萨尔的一个大叔定在里面了 这波老虎直接空蓝 然后空蓝以后 这个时候熊战二次切入 二次切入了以后自己开启BKB 然而被对方这个蝙蝠加上两个推 直接是拉到了快到泉水的位置 TB这个时候站起来 然后开始跟对方硬钢正面换一手血 可是这个时候 这个TB也是遭不住 对方熊战的一个输戳 最后是被老虎的一个熊刀直接带走 这样的话 RTC交出自己的盾 那等于是一个盾加上一个阿巴顿 换掉了对方的一个TB 换掉了对方的一个TB和蝙蝠 蝙蝠选择买活 这波蝙蝠又要死 买活死蝙蝠 一个天火炸死了一个萨尔 不是炸死一个萨尔 不是炸死一个萨尔 这波老虎上来给人一个蓄灵刀 然而第二下的进口伤害没打出来 这样的话 双方最后打成了一个四 换 这个卡尔这个吹风 nice 把对方RTC这个核心输出点给杀了 这样的话卡尔还有条件追 卡尔现在一个状态还可以 而且他有吹风 有跳刀加上推推 跳刀追啊 这追出来以后没有什么技能 这里有一种推推 看一下Plylet的这个神域者 切出来一个冰墙留一手 这样这个肯定是个死人啊 这肯定是个死人啊 这波最后的一个结果打得好乱 最后等于是买活死的一个蝙蝠 有一个蝙蝠是一个买活死的 看一下上路这一波老 卡尔这里一个天火 一咱妈漂亮登地 这波登地打的真的是完美啊 这个卡尔打的 这个英雄在前期被我奶了半天以后 终于是发挥作用了 我对我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预判能力啊 已经是越来越 越欺骗了 登地这个老司机最近的这个状态 这个登地老司机这个状态就是一时好时坏 有的时候就突然就变成了一个食人鱼 跑来吓你一跳 然后有的时候你就看到就是这老年鱼 老在那缩着 反正这个 不对 这个情况不对 为什么感觉好像 为什么感觉好像这场比赛 要照navi现在的这个节奏再继续打 就把secret有点走不住 因为刚才这一波是一个 secret非常好的一波机会 它是一个熊战带盾 然后刚一上来没有让蝙蝠打成仙手 蝙蝠上来直接被顺秒 买活被杀 买活以后这个蝙蝠最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配合队友用大招拉住了 对方开启BKB的熊战两个 推推把这个熊战第一波最强的一波 拉到了自己泉水附近 然后等于让这个BKB的熊战白开 这个BKB没有起到任何的 一个时机爆发的一个作用 等于熊战的一波完美切入时机 被这个蝙蝠的一个大招给毁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而且是熊战有盾的这么一波的情况下 secret一波团战没打赢 最后是被对方给赶出来 追杀死了几乎刺乎其所有的人 有点黑啊 有点要黑的感觉啊 来看一下双方大哥的一个装备 我们现在双方大哥的一个装备方面 TB是一个分身冰眼 加上蒙龙枪 下一个装备我估计 应该是要出一个BKB做出来 蝙蝠是跳刀 推推 战鼓 飞鞋 绿杖 宝石 也是非常高富帅的一种装备 卡尔这边则是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只不过正常卡尔 现在经常是一个吹风 他是把吹风换成了一个推推 对方secret这些大哥的一个基本的装备呢 亚巴顿是做了个一杖 跳刀一杖 跳刀一杖 加上一个祭品 其他人的这个招品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 熊战是做了一个散尸 散尸BKB晕垂 加上一个香味 但是现在这个熊战的经济已经是掉崩了 这RTC的熊战在前期经济 在这个补刀战线一直是碾压了这个登地以后 这段时间这个经济已经被登地给超了7000多块钱 卡尔的数据现在是一个811 非常非常的豪华的一个数据 看见买活状态 现在买活很关键 现在没有买活的是老虎熊战 还有神域 加上一个蝙蝠 唯一一个没有买活的 那位这方的就是一个蝙蝠 剩下所有的人都买活 反过来secret这边 他们的两个大哥都没有买活 不过差的钱不多 马上都刷出来 所以这局比赛估摸着还得再打一会儿了 一时半会儿应该是还打不完 因为现在两边大哥全都买活 全都买活也就意味着你一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如果你想硬上的话上不去 就必须是把对方的这波买活打掉以后 然后再找机会去跟对方开一波团 然后最好是能够让自己的人就是对方没有买活 自己大哥有买活 然后自己的大哥全都跟飞鞋 然后这一波团直接让两个大哥上去打仙手 一波团打完了以后 这两个大哥上来的把自己技能放完 然后死死了以后买活飞鞋过来再再打一波 然后这个时候再打出人头上的优势 然后再上高地 基本上就只能是这样去打 或者是抓对方的失误 要么就抓对方失误 要不然就是这样去打 所以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两边每次团战最后的一个结果 基本上都是一个55开 现在人头数24比27 43分钟的绝 这个人头数不算多 但是双方打的还是比较激烈 看一下买活状态 现在应该是买活钱都攒的差不多了 神域的买活是不用双方了 他这一时半会出不来 熊战还加400多块钱 老虎已经有买了 蝙蝠的买活 还有一分钟的CD 钱方面应该是狗 钱他有很多 因为他没出什么装备 先看一下这一波 开悟过来以后 这个卡尔直接切了一发隐身 手非常快 直接选择撤 这样啊 这些开悟的人是在野区 自己家野区铺了个空 上面赏金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这个卡尔好像在浪 这里给上一个吹风 一个冰墙 给上一个陨石 这里卡尔这个防推推走一勺 卡尔直接选择跳楼撤 这不是跳楼再晚一点 就要被这个熊战追上了 叶眼的信使被杀了 叶眼的信使在这被杀了 叶眼的信使居然在这个位置被杀了 叶眼的信使身上有2900多块钱的装备 这段时间有点有点盲目了 就这有已经有点开始有点迷了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往后拖 其实是打不过纳比的 就虽然说纳维这边有几个团战独流 虽然说他有几个团战独流 但是他这个卡尔这个英雄 在后期大团战打团战的时候 他只要保证你第一波找不到他 他一个英雄能够提供的这个技能输出的这个能力 实在是有点恐怖 技能的输出控制 外加上这个灵工心 到去捡的这个CD 看一下这波想要打仙手 找了一下这个老虎 蝙蝠身上有宝石 但是并没有硬上 对方剩下的四个人 这里是被看到了 被看到了 防一个跳刀 没有找到人 这波Navi这些人逃得好快 刚才五个人全在 现在是上路河道一个 上路一个 然后中路一个 然后两个在家 五个人全在下路的一波 对方一波抓 然后结果瞬间 所有的人都跑到其他的地方 跑起来我自己都怕 这简直就是 看下来下一波盾已经刷了 这波蝙蝠 所有的人都跑过来 把技能给到了一个幻象身上 这样的话 等于是暴露了自己的一个位置 老虎这里一个跳刀走 卡尔的一个吹风 加冰墙 陨石 帕比这里给上一个大招 但是帕比出来以后 肯定还是一个死人 这波不用想 帕比出来以后应该是 开启BKB了 开启BKB 但是出来以后 结算完了以后 还是一个死人 这波是不可能扛得住的 亚伯顿这里 神域已经选择撤退了 而熊战则是到了高地上面 高地上面 这个我怀疑是被蝙蝠给炸上去的 这老虎过来一套漂亮的一套爆发 虚灵加上A仗双重新落的一个爆发 直接带走了卡尔 但是这一波 卡尔直接选择买活 踢B的冰眼 把对方老虎也追死 老虎选择买活 上面这里蝙蝠还在找对方的这个 这个蝙蝠还在找对方的这个蝙蝠的麻烦 看见这个位置 卡尔能不能跟上来 卡尔能不能跟上来 蝙蝠这里想要给一个好吓唬件 但是自己的跳刀cd并没有好 这个斧王是跳到了高坛上面 不过好在自己身上 还有个推推案的降落 这波盾 navi在游戏进行到了46分钟的时候 终于是看到了一个能够属于自己的盾 老虎的一根剑射中了一个蝙蝠 不过这个已经是于事无补了 RTC这个点死了以后 Secret这个阵容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输出 持续性输出太依赖这个熊战了 其他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持续性的输出 斧王的输出要依赖于他的吼 老虎的输出需要依赖于他星落的这个cd 在没有星落的情况下 老虎没有任何的输出 他不像水人 虚灵刀的水人 我虚灵刀打完一套以后 我可以站在那个地方跟你平A 我平A伤害很高 但是A仗虚灵刀的老虎是没有什么平A伤害的 他虽然有200多攻击力 但是他站不住 空有一身武力 斧王这也跳好了几个幻象 一根剑射中了蝙蝠 给上一个熊战刀 双重星落的一个爆发 这里tb 这里老虎开始BKB被拉住了 但是tb这波应该是没有变身 萨尔的一个大招 但是没有立场立场放的 稍微这个位置有点偏 没有能够框住对方 tb在疯狂的输出 斧王 斧王这波被带走 但是自己这个状态 有点残 有点残 开启了BKB RTC给上一套输出 给上一套输出 但是好像打不到 这是给了个天堂嘛 谁出了个天堂 这时候没有注意到 谁出了一个天堂 萨尔在上面追子一个神域以后 这边还在追了一个老虎 老虎这里也是一个残血 直接跳回高地 这场比赛打的现在 简直是我自己已经说的 这个嗓子都已经快遭不住了 我已经快遭不住了 这场比赛双方打的 真的是顽强 30比30啊 这个人头 48分钟的时候 对方在双方在打了无数次团战以后 终于是回到了原点 我看一下谁出了个天堂 是赏金吧 我估计 应该是赏金出的话 没有人出天堂 可是刚才我印象当中 熊战的那一波 他在开 在卡尔的那个推波的时候 我记得熊战是开着BKB的呀 还是刚才正好 他BKB时间到了 被卡尔给推出去了 应该是 我看到他好像是 往有往后平移的 那么一个动画 但是 我记得 我看他身上是闪着光点的 那是别的技能闪着光吗 他身上当时并没有神域 只要给的那个 F的那个盾的那个效果 所以应该不是神域给的脚械 那就只剩下一个 可能像就是卡尔的 刚才那个推波的一个脚械了 因为现在Navi这边没有人去出天堂 这个老绝 一定要出的话 就是赏金能够出 他们这个阵容 其他人出不了天堂 蝙蝠也是做出了把蓄灵刀 这里看到了对方的老虎 看一下 看到了对方的神域 过来以后 拉住 拉住了神域 卡尔的一个天火 给他有点瞎 但是过来配一个 配上自己的一个推波 还是打出了足够的伤害 把这个神域给秒掉 这样的话 怎么感觉Secret 不知道 崩 神域买不起 没有买活这波 神域没有买 这一波很难打 Secret 他们前几次团战 之所以每次能够把自己的人头控制 损失不是很大 这波看一下 秒掉对方的酱油 萨尔的死之前 放出了自己的大招和立场 然后开了个绿杖 没死 TB一波疯狂的输出 带到老虎 熊带也直接被A死 王这里 转得像一个电风扇一样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一个换血 亚巴顿直接也是被换成残血 这里蝙蝠给上一把熊刀 这个狐狂还是要死 TB已经敌了 开启BKB的熊带 并不能够产生任何的作用 这一波最后是以一个TB的暴走 结束了这场比赛 Navi这场比赛打得真是精彩 真是精彩 我怎么感觉又让我给奶死了 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带到这里吧 我是三好大师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加入的Q群 521-017153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让我没事的时候可以看一看我的淘宝店 好了 就到这里 我们马上给大家做下一场的比赛 谢谢大家的支持